如果不幸运上前列腺癌 又可以做到手術 通常用手術的方法整個前列腺割除 連附近的晶囊和舒晶管割除 前列腺的作用是製造精液 如果割除了它便會沒有精液 很多時候病人都可以維持撥起功能 大概需要一半的功能 撥起功能差了 但射精便一定是沒有東西射出來 病人有時可以維持撥起 甚至有一個高潮 但不會有東西射出來 所以最主要是前列腺的手術 影響性功能就是撥起和射精 所以它一定沒有喪失生育能力 假設他真的想要小孩 我們通常要做的是生育 生育科 我們可能會做人工的方法 在陰囊中或者在膏院中 真的抽一些精子出來 直接放在女體上 這些方法便有機會可以繼續有著中接代